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去越南呢 我们都知道越南此刻正在改革开放之中 有非常多人在越南这样一个发展的国家寻找商机 那么我此次去的目的也是考察越南当地的市场 很荣幸被越南当地的粉丝热情的接待了足足一个礼拜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我在越南能有那么多的粉丝 我想说maybe我在越南可能大概有15个粉丝 那么这么多年过去了 有的人结婚生子 有人脱粉 有人把我遗忘了 maybe可能还剩三四个 到了以后才发现 我在越南可考的粉丝数量 就高达一万五千人 所以经历了一周的越南旅行 从北部的河内到南部的西贡 都玩得非常的开心 也非常的尽兴 于是乎 长小辉跟我说了 你都到了越南 你还不过来看看我 越南来泰国只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 我说OK了 我现在就飞去泰国看你 我也蛮想念你们的 也想看看你们两个人在泰国到底生活的怎样 我带着越南人民的祝福与盛情 飞往了泰国 下了飞机之后 面对小辉和他男朋友热情洋溢的脸 我对着他们深深的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 于是胡小辉和我说 夏合 你感冒了 我说我也不知道我 是不是太过呀 外面太热 室内空调开的又太冷 很多人都受不了的 他说有可能 话不多说 咱们现在是呢 出去吃饭 出去玩 还是先摆行李放到家 我说小辉啊 虽然我这个飞机航班只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但是你不要忘了 我被印度人已经熏染的够呛 还是让我把行李放到家 然后换一身衣服 马上摆身这个味道 洗一洗好吗 他说你又没有跟印度人性交 难道那个味道还能把你的衣服都熏臭不行 但是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我不带衣服被熏臭了 我的鼻孔里的鼻毛都有一种印度的咖喱味 我一定要回家洗一洗 洗完之后呢 我就感觉到有一点点的小眩晕 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面对小辉和伊涵的盛情邀约 我还是跟他们去了饭店和酒吧 在酒吧的时候呢 小辉就是三不五十跟我说 你看那边那个人帅不帅 你看那边那个人帅不帅 小辉就觉得说你是一个迎进天下的人 到了泰国这样一个以吃喝嫖赌著称的国家 你一定要大开婚戒 今天晚上我来帮你安排 帮你接风洗尘 我就一直低着头喝着我那瓶苏打水 我说 小辉就面露失落 他说 我领你来的这条街呢 是曼谷著名的 Boy Town 就是南海街 这里的南海 你可以花很少的钱 就把他们带回到酒店 做anything 我说小辉是这样子 就是 就是我确实是一个很色的人 但是不代表我没有标准 不代表我没有门槛 我说小辉 我实不相瞒 我此刻好像有一点要发烧了 小辉就跟我说 夏合 瞧不上我们泰国 也不用装病吧 我说小辉 我真的不是装病 我说 我确实有点不舒服 我有点肌肉酸痛 今天晚上我不能点任何人 因为我点了以后 带回到酒店 恐怕我也做不了任何事情 我就直接睡着了 那你也看我直接睡着之后 再把我哪些金的银子都倒走 对吗 然后我因为嫖娼 而被洗劫 我也没有办法报警 小辉听完之后说 好吧 那你想怎样 我说咱们喝点酒 就回家吧 那天晚上呢 喝得明顶大醉啊 我记得还吐了 回到家以后 我记得我脸都没洗 灯还是小辉帮我关的 我就睡了 当我再次睁开眼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呢 是隔天下午的两点半 我推开我的房门 发现长小辉 穿这一个 我觉得那个都已经快 升了虫洞的破烂米奇T恤 坐在客厅里面 他望着我说 夏合 我记得你是一个不怎么睡觉的人啊 你说你是一个有失眠症的人 你为什么这么能睡 我说小辉 我说小辉 你知道我是怎么下这个床的吗 我是四脚着地儿爬下来的 我根本醒不来 我说你家有没有温度计 我把那个温度计夜下 凉了一下 38度高烧 这就是我带给小辉和义涵的 一份久别重逢的大礼 奥密克戎 然后我就跟长辉说 小辉我们真的很难得啊 你觉得我们三个老友 在异国他乡 流浪人生 好不容易重逢了 然后大家一起扬了 我们真的是时代的弄潮儿 没有任何一个流行环节 是会被我们错过的 小辉说是啊是啊是啊 我们把试剂盒放在一起 拍张照片 这张照片 我们的名字就叫什么 三杨开泰 面对着这样吉祥如意的一张照片 我们三个人面面相去 大家都在问 我们还玩吗 我就问了一下小辉 泰国的法律是怎么规定这件事情的 小辉说好像也没有明确的规定 就自己注意一些 尽可能避免接触 就可以了 完全靠自觉 我说OK 小辉那我们就自觉一点吧 就这段时间呢 所有那种人特别多的地方 尤其是酒吧 色情按摩色情服务 我们就不去了 大家除了出门必要的吃饭 就不要去人口过多地方 去投毒 他说夏合呢真的很遗憾 来到了泰国这样一个色情天堂 我真的很想进一进地主之意 帮你好好地找几个money boy 可是你现在染疫了 你又拒绝跟别人接触 那你这一趟岂不是会很素 我内心就在窃喜说 我终于得了奥密克戎 如果我不得奥密克戎的话 你想长小辉每次拉来那种黑乎乎的 然后鼻孔很宽 嘴巴很翻 眼睛很大 皮肤很黑的泰国boy 我就没有办法把他的台退掉 这个也不要 那个也不要 就感觉说 哎呀 长辉好像我很不给他面子 人家花了钱来招待我 请了这么多人 然后一个都看不上 是不是也太打小辉的脸了 可是呢 如果我真跟他做点什么 说实话 太过激啊 我觉得这个风味 我还真正是刻不下去 所以我就想说 沙瓦迪卡 阿弥陀佛 这一场疫情来的正是时候 隔天 也就在我的那个三十八度 已经退到了三十六度 然后基本上一度接近于三十五度五的时候 长小辉和他男朋友一寒 烧了起来 两个人又烧到了三十八度 我抚摸着像火人一样的长小辉 我说小辉啊 就这你这一生很多的第一次 除了性交以外 都是我带给你的 那此刻呢 我又带给你的这样一份丰厚的大礼 你不怪我吧 小辉说我不怪你 不怪你 我早就想得奥密克戎了 他说人家泰国朋友啊 有的都得了四五次了 甚至有几两个朋友呢 他们就是养了以后 还每天约我们吃饭 就即便是那样子 我和一汉都没有被染到 而你来了以后 我们就立刻被熏染上了奥密克戎 我说小辉是这样子啊 就是呢 怎么讲 每个人气场不一样 我是可以指引你的 我说呢 我们都知道哈 得了一次奥密克戎 相传他身体里就有了抗体 相当于打四针疫苗 我就是怕你疫苗打得不够 这次呢 来帮你栽种 所以他们两个就是嘴巴上说不紧张 心里还是有一点紧张 他们就会问各种各样得过的朋友 因为生活在外国的朋友 基本上人人都是得过的 他们就去咨询一下经验 那么所有的朋友给的经验都是共通的 这个并不需要吃药 就是你如果咳嗽 你去买点咳嗽药 如果你打喷嚏 你就去买点感冒药 如果你发烧就吃点退烧药 然后就是呆着 身体好的人 三天什么事情都没有了 身体一般的人 七天吧 好吧 我们就熬着 每天这样熬啊熬啊熬 熬到第七天的时候 我的机票就到时间了 我说小灰 今天我想再测一下 当我去真测的时候呢 隐隐约约啊 是一道杠 下面那个地方有一点点灰灰灰灰的 但是呢 你不仔细看又看不出来 那个第二道杠 我说小灰这个算什么 小灰这个就算阴了吧 我说你说底下这是一道线 还是两道线 我们就拍下来跟很多人分析 那么得过有经验的人呢 就告诉我们说 这种状态就是什么 你已经不具备传染性了 但是你的体内可能 还有那么一丢丢 于是乎呢 我就是小灰 我要去的地方是日本 因为日本是需要一个 抗原检测报告的 不然他不让入境 所以呢 我再去医院做一次了 那么小灰就跟我说 你什么时候 这个试剂核是一片洁白 你再去医院做 因为医院的那个检测仪器 要比这个敏感的多的多 所以呢 不听话 我还是花了钱去医院检测 果不其然还是阳性 我就非常地懊恼 隔天呢 我就又去医院检测 小伙下跟我说 哎呀 昨天你刚检测完 是阳性 你进去干嘛 要不你过几天好了 你就在我家 我踏踏踏实实呆着 我说常有回 我不想再看见你这张大脸 我想看一看新鲜的面孔 你就在这里面 我也不能出去跟别人玩 出于我们的道德 然后呢 在家里面 那天大眼瞪小眼的干嘛 一群老人家 加起来一百多岁了 我说我想走了 小伙说那好吧 你要不怕浪费钱 你就再去检测 到了医院之后呢 护士 检测员 他们都认得我嘛 因为我比较好记 他们就用英文来跟我讲述 先生 以照我们的经验 昨天您还是阳性的 今天您检测80%的可能 您还是阳性 我就跟他们 用我的翻译器 仔细的讲解 我呢 不是昨天才检测出阳性的 我已经生病了一周了 我昨天都快好了 就差那么一丢丢我就好了 今天我是来看看 我那一丢丢是不是也没有了 而且我很着急离开泰国 Please 他们就又帮我检测 帮我检测 他反复提醒我 那你每次来做 都是要付钱的 我们是不能免费帮您做的 我说I know 我是一个有钱人 难道你们看不出来吗 在泰国做一次核酸检测 多少钱呢 人民币800块钱 哇 中国的朋友一定觉得说天呐 800块钱 好像也太贵了吧 那已经是外国最便宜的 因为在日本做一次1000多块钱 在美国可能更贵 做完之后 我就回去等Email 忐忑不安 我就想说 在泰国 800块钱都能住一个大酒店了 五星级的 非常棒的牌子 毕竟那是物价低嘛 我就这一天800 一天800 我得检测到什么时候呢 就在六个小时之后 我的手机弹出了一封邮件 我点开一看 我阴了 这就是奥密克戎的全过程 我们就这样欢乐的染疫了 在我走之后的隔天 小灰和一寒也去了医院 他们两个人也阴了 我们就彻底的康复了 那么从康复 当然在也有十天的时间了 很多人一定会关心 你们三个人没有什么后遗症 如果你硬要说有什么后遗症 也不是完全没有 可能会有偶尔一点点的小咳嗽 很淡很淡的那种 如果你很介意 你就像我一样 准备一瓶 京都念慈安川被琵琶膏 如果你觉得无所谓 那咳个一个礼拜也就不咳了 记住一定要多喝水 多喝热茶 就这么简单 这一场旅行中的染疫 让我康复之后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各位观众您知道吗 是一种难过 是一种无奈 因为我亲身得了这个病 我终于知道这个病 根本不过就是一场小感冒 它都不是重感冒 因为我们都知道啊 重感冒是一定要去医院的 而这个病的病情 是你去了医院之后 医生连药都不给你开 就叫你回家躺着去 多喝水 多睡觉 两句话 我得这个病的讯息呢 是在我好了以后 我才发了一条朋友圈 为什么呢 因为祖国大陆的人呢 就会把这件事情看得非常的可怕 我不想吓唬他们 虽然我们并不生活在一个国家了 但是我康复了 我觉得我自己了解了这个病的整个全貌 有了一个新的感知 比较完整之后 我就告诉大家 这段时间 其实我生病了 我痒了 但是我已经好了 请大家放心 真的 这个病没什么 发完这条讯息之后呢 我就平鲍郎 平鲍郎 收来非常多 非常多 来自于我们内地同胞的各种担忧 各种问候 各种疑问 面对邦邦邦的弹窗 我没有回复他们 我也没有跟他们抬杠 我知道 他们如此紧张 这不是他们的错 第一 内地的大多数人 经过长期的洗脑 真的认为这个病 是攸关生死的 第二 即便到了疫情的第三年 很多人已经发现了 这不过就是一出政治谎言 但是大家还是害怕 为什么 也许奥密克戎 不过就是一个小感冒 但是奥密克戎 能给你带来的政治迫害 是你无理承受的 所以我的十四亿同胞 今天 在全世界已经彻底的开放 彻底的自由 彻底的与他共存的时候 依然关在一个巨型的大铁笼里面 进行着一场 无实物表演 表演的主题叫做 抗议 表演的对手叫做 细菌 谁也没有见过这个续菌 长什么样 你的肉眼也看不见他 但是你每天 必须全身贯注的 跟他标系 如果你的精神稍微溜耗了 你不投入 就会给你一张黄牌 这个黄牌 让你寸步 男性 哪里都去不了 谁也见不到 如果你敢放弃这个表演 或者你就是企图 用拙劣的表演 来应付考官 那考官就会给你 发一张红牌 红牌的结果是什么 就是把一个好好的人 无花大棒的 在包上几层大白膜 送去一个叫集中营的地方 让你们在那里面 窝吃窝拉 像猪一样 你过几天猪圈的日子 就知道 当狗有多快乐了 那天有一个朋友问我 夏合 现在外面又谣传了 说明年三月份 这一切就松动了 到那时候 疫情没准就game over了 也许我们就都能出国了 也许我们就都能去自由自在的旅行了 我没有反驳他 我真的没有 尽管我内心特别的想告诉他 就是你们为什么总在每个月都能编出点不切实际的谣言 来麻醉自己 来骗自己 然后下个月自己就被啪啪打脸 后来我明白了 不骗自己 熬不过今天 大家不知道吗 大家不知道明天会更好 这句话就是一个非常空虚的精神支票 他永远都不会兑现 大家知道 那为什么大家还经常给自己开各种各样的精神支票呢 什么 习下里上了 中国马上又要开放了 结果换来的是什么 换来的是上半年只有一个上海封城 而下半年全国都是上海 变成常态 这到底是为什么 因为各位地方大员在集体的竞赛 竞赛的项目叫什么 谁对百姓越残忍 就是对上头越忠诚 如果你想升迁 如果你想保命 如果你想证明你忠诚 你就祸害你们当地的百姓 给我看看 不要听你表东西 让我听见老百姓的哀嚎 哇 有亿万人民哀嚎 就有百万忠诚的党员向我效命 好爽 想想这个逻辑 明年三月 疫情game over 中国彻底解封 你信吗 OK 如果真被你说中了 疫情 它迟早都要解封 它明年三月不解 后年三月解 后年不解 它大后年也要解 它早晚得解 这个梗迟早会玩不下去 对吗 那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一点 疫情三年 这台机器对我们做了什么 全方位的监控 你活的就像一个楚门的世界一样 所有的摄影机都架好了 所有的灯光都打好了 所有的FaceID都录好了 所有赤城黄绿青蓝紫的马 在你的生命中 永远都不会被去掉了 他们都被一台国家机器 用世界上最简单的大数据管理方式 所随时随地的控制着 这些东西 不在你生命里消失 它叫奥密克戎 还是叫李密克戎 还是王密克戎 还是张密克戎 有区别吗 一个游戏结束了 不过是下一个游戏的刚刚开始 如果你被刑满释放了 但是手铐和脚镣 依然焊得死死的 只是过来几个大白 对你说 我原谅你了 重新做人吧 有意义吗 有意义吗 可能听到这的时候 那些本来就够绝望的人 现在更加绝望了 更加想呐喊 叔叔你把我逼到这个份上 那我该怎么办 你还让不让我活了 让你活 如果你没有勇气去死 你也没有经济实力去润的话 你怎么活 你苟烟残喘的活 你忍辱负重的活 你背叛自己的活 因为只要你活着 就会看到黎明曙光的那一天 那一天是哪一天呢 我也不知道 我也和你一样 希望那一天来得快一点 因为到了那一天 你们在里面获得了自由 我也可以回到故乡去看一看 去给我爹上个粉 我也希望那天就是明天 但是那不可能 因为我们心里都有答案 那一天 就是圣上驾崩的隔天 那一天 才是真正的 解封之日 那一天 放进一起斗志间 我们一起做核酸 一边背骨师 一边做核酸 我们穿越几百年 要和古人见见面 遥看步步挂钱穿 李白和我做核酸 南望蒙诗又一年 路由和我做核酸 楼草满地如鸭短 苏氏和我做核酸 无限风光尽被炸 罗影和我做核酸 月落无极双满天 张继和我做核酸 景色做爱风凌晚 祝母和我做核酸 唐朝有个王之患 千水百炼出生山 明朝诗人叫于谦 避遍山月摆满川 诗的作者叫翁卷 葡萄美酒夜光飞 唐代作者叫翁汉 仙人垂两足 桂树和团团 大家排好队 一起做核酸 从夜半中山到各船 做完核酸去划船 清州已过万重山 做完核酸去爬山 忙着东风望指缘 做完核酸就去换 万里长征人未还 穿透文化带带传 西赛山前排路飞 去做核酸要排队 九区黄河万里沙 核酸检测先扫码 遥望洞庭山水翠 核酸检测张大翠 水光烈焰其方好 核酸检测戴口罩 背骨师做核酸 一边学一边玩 抗击疫情广 翻宣传 背诵股师忙里头 闲越远古心态乐观 配合政府做好核酸 齐心协力防疫情 胜利起之在前面 盼望疫情早结束 家家户户都平安 盼望疫情早结束 家家户户都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